今晚,王牌对王牌喜迎王牌动漫展,王牌家族和嘉宾分别cast中国动画经典角色,带领观众走近百年中国动画电影创作的时空隧道,沉浸式体验动画创作的乐趣,感悟创作匠心,传承国漫精神。 在节目的预告片中,小编又被华晨宇的造型惊艳到了。 金色长发向后抒起,头戴金箍,身披红色战袍,在今晚的王牌对王牌中,曾被六小灵童称赞为音乐界的美猴王的华晨宇,化身为中国动画中的经典角色齐天大圣。 一时之间,动画片中以一己之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和以一人之身引领华与乐坛新潮流的华晨宇,他们的身影逐渐重合。 华晨宇与孙悟空的缘分由来已久又与众不同。 和所有孩子一样,齐天大圣的故事陪伴华晨宇长大,是华晨宇童年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在聆听齐天大圣的传奇时,年幼的华晨宇没有想过,时隔多年,他会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在西游记片头曲云公训音的基础上创作歌曲齐天大圣,并受邀为电影悟空传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天。 在华晨宇的歌声中,孙悟空的叛逆,不甘,痛苦,落寞,霸气,被淋漓尽致递道了出来。 一棒把天宫闹翻颠覆,什么人命天定我说天命有心?我要这山断不了来路,我要这水挡不住归途,我要天地都为我让步。 在2018年我是歌手的节目中,华晨宇作为首位补卫歌手,凭借一曲齐天夺得当期冠军,完成他在这个节目中的首秀亮相。 同年,华晨宇鸟巢演唱会两场连开,18余万张门票瞬间授庆,原创专辑一类夺得五大金榜年冠,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夺取冠军的内地歌手,打破了五大金榜始终被港台和海外歌手垄断的局面。 自此之后华晨宇一路视如破竹,被视为音乐界的齐天大圣。 造型经验是齐一,灵魂共鸣是齐二,奇妙缘分是齐三。 华晨宇与齐天大圣的契合度,可以打一个大大的满分了。 今晚8点20分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和花大圣不见不散。 也期待周五晚湖南卫视春天花会开的博乐花华晨宇。